第3个梦 第3个梦 第3个梦呢 是我一次怀念我自己的小房子质量不好 因为年轻单了可能点的不好 那么我在光临富山面前说 说给我托个梦 我的小房子到底质量好不好 后来就做梦了 做梦就是有人说我放小房子 说我刚放我一张小房子 我说不放不放 他说他刚放你一张小房子 我说也不放 他说为什么不放 我说我这个小房子你看我掉下来 在这台子上面的玻璃板上 有精度的声音 你把你的小房子放下来掉下来 新特别飘下来飘下来 那我说我怎么还给你放呢 他跟我买小房子 我说我不买 小房子的精魂就是不在这房子 我不能买的 我不买不买 这说明光临富山告诉你 你捏的小房子质量好 质量很好 所以我捏小房子 我发现我的毛病好得很快 我的前来前也也很厉害 要吃了进口的哈喉 医生做了以后 有可能要先来先严 我说现在现在好了 小便好了 哈喉也不吃了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所以老婆婆恭喜你 车到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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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会叫 我里面东西会呼呼 反流到车 车到车里面到气网里面 哎呦 车到分流 车到反流 持道反流 anch 也是已经好了 慢ane Something 你啊 我告诉你 你本来应该下去的 就是被打救了你的 所以就是 年 tick的时候 你要不能乱想 那 你找老子的时候 你不要太多 保证 сделал 年那就是以上 我一天都年一切到人,最多三层 我年墓 二十七倍清去 因为我说基本上不是念了几遍,要多念诗篇,因为诗篇里面你要保证就在里面要有错误,不能念错误字,每个经文都要多念,那就会上下方误,但就要保证出来,不能够马马虎虎念。 太好了,老伯伯,你今天这个反馈啊,功德无量,我要让他们记录下来啊,好好的去法布施啊,现在那些人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对啊,我们做人,老百姓要向雷锋学习,要向雷锋学习,要向雷锋学习,要无算的为人的功务,这样的话呢,家庭的一些和谋,人居关心的就好了。 对了,作为呢就和谋了,对了,这不会是,这不会是,这不现在有和平了,这不会动了,不如这不会有往病了。 你看看看,在人家做坏事下去全部要受报的,不管做人,做什么都要学像菩萨一样,要大功无私,要为别人不能为自己不能为自己。 一模一样,现在学博人就是要学做人,对不对啊,你人做的不好,你怎么能成佛啊? 对 好的,谢谢你啊,老伯伯 谢谢你 谢谢你的风向,好好念经啊 好,我念经 谢谢你的挽回,如果有这种类似的这种把你带到地府去,叫你上来跟大家讲话,你一定要告诉大家的 谢谢你 谢谢你